我們外國會議員今年一百十一年的竹樹節 生活的碳群竹樹群子活動 我們最愛的目標是希望 我們可以達到節能減碳的一個大地種樹的目標 所以外國會議員把五節排水修正為花樹廊道 所以花樹廊道的提案都在種延伸種 而最主要是延伸種才能夠符合我們當地 不管動植物的這種配合的需要 如果是外來種 它有時候會侵犯到我們的土地跟環境 傷害到我們環境 這個是非常的不是很恰當 所以我們在種植樹種 所以今年我們大概會種一些桂花 還有一些寒酵 還有一些軟樹 甚至於其他的延伸種的樹種 希望這些樹種拿回去的時候 我們希望你種在庭園的地方 因為它的成長的關係 田園會非常漂亮 田園會非常景觀 也會非常好 可是因為過去我們都知道 政府也都要要要求你去繳延伸 我們五月五所代表的主席 副主席所代表已經傳統 跟很多鄉親的要求 所以我們已經對於你停業修剪的這些花樹 這些樹葉 今天你把它修剪到一公尺左右 你把它拿出來 像我所會專案跟你這一個清除 就不用再繳廢了 我們希望是種好的這些樹 真的也要把它照顧 讓它能夠美化麗化 增加你停業的一個美觀 不要再變成你家庭的一個髒亂 所以說我們種樹 推動這種族樹且種樹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 除了我們的大環境裡面 來種樹 保護樹以外 我們希望在每個家庭的一個空地的環境 也都能夠種樹 來增加你自己的家庭的體驗的一個美觀 所以這一期 我們進來111年 這個種樹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所有鄉親會喜歡 謝謝